诶 大家都很关心 今年的第一个台风 到底什么时候会来报道 中央气象局表示 目前位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在今天增强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黄风 气象局预估届时会穿越菲律宾陆地 不利发展 所以增强的空间有限 但实际影响的程度 还要再观察后续强度发展跟路径 才能得知 是说今天出门没带伞的朋友们 真的会害怕 因为受到东北风增强 还有风面通过的影响 气象局今天上午已针对双北 高雄和屏东等12县市 发布大雨特报 西半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民众要注意 可能会有雷击跟强阵风 今天受到风面影响 所以各地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而且特别容易穿在中午过后 有去不到雨发生机遇 各地的专区以及华联台东 我特别要注意比较大的雨时 至于气温的部分 今天北部高温略降至27到29度 其他地区仍有30度以上 不过明天到周五 因为风面已经远离 天气逐渐恢复稳定 各地的天气都会明显好转 只有部分地区会有短暂阵雨 这个时候泛水水质并不多 所以各地都是多应到新的天气 只有在花莲台东这一带 会有些局部端能升雨 中午过后的话 在东北部地区 还有西半部的山区 会有些局部端在雷震雨 不过到了假日 天气又有不同的变化啦 因为 所以受到它的外围环游影响 在南部 还有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震雨 北部和中部是多云的天气 然后在中午过后的话 各地的山区 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震雨